大家好,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我跟詹妮姐的另外一个搭档 其实我们两个已经是老搭档了,我们是官配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做了一期是非常有诚意 而且干货满满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起底和科普 在澳洲购房,从签约到交割 甚至到后期在维护养房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税费 这个是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人特别关注的这一点 那我们这期会有非常多的数字 好,希望这次的干货值得大家收获满满 那我们想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在购房的过程当中 可能涉及到的很多国内的客户比较关心的 说在澳洲之业和在国内之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对,那就是中澳房产的一个部分 是,这是所有的想要带澳洲来买房的这个国内的朋友们 首先问到的第一个问题 是 对,那么其实我们呢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 在中国买房跟在澳洲买房 一共有八大不同 记住这八大不同 第一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产权不同 咱们在中国呢是70年的使用权 在澳洲是永久产权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 不管是别墅 还是连排别墅 还是公寓 世世代代都是你的 这是永久产权 只有一个地方例外 就是澳洲的首租坎培拉 坎培拉因为它很多的地呢 是澳洲国防部所有 所以它的产权是99年的产权 其他的地方都是永久产权 这是第一最重要的啊,永久产权 第二个呢就是房屋面积的不同 在中国我们购房呢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算的 所以因为我在国内也也拥有房产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看合同的时候就是按照建筑面积 是的 然后我会去看那个得房率多少 得房率越高 当然你自己的使用面积会越高 但在澳洲的话是不一样哈 澳洲的话就没有得房率这个说法 实际你购买的面积啊 没有公摊面积 它就是包含你实际使用的面积 加上阳台 加上还要送车位 所以澳洲的这个 比如说它购买个两房 比如说是100个平方 那就是实实在在的 没有什么得房率 只有80个平方在中国这样的说法 而且澳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送车位 我们比如说在澳洲购买三房的公寓 它基本上是送两个车位 在两房的公寓 基本上送一房的一个的车位 这个车位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大城市来说 也是非常贵的一个价格 是的 可能我所了解的 就是比如说在上海的话 你一个内城区的车位 就要50万人民币 哇 差不多10万澳币啊 非常贵 非常贵 对对对 所以在澳洲买房就是没有得房率 就是实际的这个没有公摊 就是你合同上多少就是你得到的 第三个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交房标准不同 在澳洲买房呢 全部是精装修 在中国啊 基本上以前有很多是毛胚 这些年开始也有一些高品质的公寓出现 也有些精装修了 但在澳洲的话都是精装修 那么这些精装修的话呢 就包含整个厨房 全部是帮你这个定制完成的 然后厨房里面的厨房四个家电 烤箱 排气 那个烤箱 排风 还有那个燃气灶 对对对 洗碗 洗碗机 全部是分送的 对 然后浴室整个卫生间所有的 就全部都帮你铺好 对 直接拎包露注 是的 但是只要买些家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审视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其他的 还有我们也总结了 我们今天特地很用心 是吧 给大家总结了中澳房产的八大点 接下去呢 Cody就为大家说第四点跟第五点 没错 嗯 除了刚刚甄莉姐提到的三点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七房购买的时候 涉及到的首付比例是很不一样的 那像在我们国内的话呢 我们购买一套房产 可能首付要占到总房款的30% 对 比如说甚至啊还有更高的 奥特房更高 60的一个首付款 对 但是在澳洲这边啊 其实澳洲的购房是还是很幸福的 是的 因为在购买七房的时候呢 我们的首付比例仅是10%到20% 所以这个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入市的一个门槛 嗯 那很多在现金现在并不是非常充沛的情况下 但你看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 能够让你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它的首付比例的确是太少的资金就进入市场 太友好啊 这个首付比例啊 10%到20%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就是 还款的时间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话 其实我们是 哪怕我们购买的是一个楼瓜 是个七房 但在我们签约的 那个完成签约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付贷款 对 哪怕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这个镜像 没有租金产生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付贷款了 嗯 但是澳洲这边的话呢 很人情话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贷款支付时间 其实是以交割时间为期限的 对 比如说我们在完成交割之后 真正开始使用到贷款进行去还款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去这个支付 就叫什么 Moke 贷款 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 我们买家付的那个首付款 嗯 不管是10%还是20 你如果交房是两年后交房 你这两年产生的一些银行利息 还是贵到我们买家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是的 第五点 除此以外呢 其实还有就是风险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也看到过一些新闻啊 嗯 说这个 比如说开发商跑路啊 或者出现烂尾楼啊等等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都是心里吧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害怕 有点疑虑 但在澳洲这边我觉得 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他在法律上的限制要求 是非常的透明化以及严格的 比如说啊 他在开发商 开发商在交割之前 其实是没有机会碰到客户的钱的 嗯 哪怕我们已经支付了 10%到20%的首付款 但这 这笔首付款其实是 在政府监管的第三方的一个信托账户之下 对 开发商是没有途径碰到这笔钱的 嗯 这也就是很大成功 就是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嗯 让我们这笔钱其实即使在出现了 比如说开发未完成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有机会 很这个叫完毕规照 把这笔钱 规避这个风险 是的是的 嗯 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 第六点 那就是法律保障的问题了 嗯 在我们国内其实 买房子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因为就是买家和卖家 再加上一个中间 就可以搞定了 对 但是在我们澳洲这边进行买卖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律师的介入的 嗯 律师呢其实就负责从我们到签约开始 包括给客户讲解合同啊 来处理我们这个所有的交割文件啊 跟开发商这边的律师打交道啊等等 全程都有律师相伴 那这个律师其实主要就还是为了维护买房人的一个权利 嗯 避免掉很多由开发商或者是其他的中介机构为了钻法律的空子 而嗯 要给客户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对 所以其实在这边买房啊 我觉得反而是心里更有底 嗯 而且省事了 因为很多流程上的东西啊 法律文件上的东西 其实都有专门的律师来帮忙我们负责 对对 英联法国家其实都是由律师出面来协助你解释合同 协助你签约的 嗯 就是比较符合法律流程正规比较稳妥的一个一个做法 是的 那么刚刚讲的以上六点哈 我们再讲一下第七点是什么呢 第七点就是说出租投资回报上面来来我们来比较 嗯 我们知道在国内的大城市现在房价是非常高 像北京上海哈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你如果是以现在的价格去进入 那么你就出租回报可能可能就只有1.7%1.8% 嗯 就这样的一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你买一个比如说你买一个500万的房子 嗯 好我们就说二就说出租回报是2% 那一年的话是不是只有这个十万块人民币 对吧 是的 那澳洲的话出租回报尤其是我们昆士兰州的话 这个出租回报非常高啊 你买一个比如说500万人民币的房子 嗯 那你的出租回报就是可以达到5%一年25万的毛的租金收入 是这样的租金回报 对对 所以这个如果是非常看重这个溪水长流的租金回报的朋友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啊 除此之外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澳洲这边因为它整个的法律体系租房的租赁制度比较完善 嗯 所以呃它的一个租赁制度我所看到 我作为一个在呃中国也拥有房产 在澳洲也拥有房产的一个房产投资者来说 我说一说我的感受啊 我在上海也有也有房产 那么有旧房有新房 那么如果我是我把我的房子去出租的话呢 一般的中介所做的就是帮我找到租客 嗯 然后他拿了这个一个月的这个租金 半个月好像是 我有点记 好几年前了哈 他拿了半个月的租金作为他的中介费之后 那就不管了 嗯 那么之后如果房客入住之后 嗯啊那他碰到一些房子上的事情 他是随时会来骚扰房东的 嗯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被骚扰 嗯 不堪欺负 嗯 就是动不动就一个电话 有一次一个房客他把钥匙都忘带就上班了 结果这种事都要来打电话很晚的打电话来找我 所以在国内做房东真的是很辛苦 就是这个辛苦钱 但是在澳洲就不一样 嗯 澳洲的话呢他有完善的租赁制度 嗯 我们房东不跟房客见面的 因为你全权委托给出租租赁经理来管理 租赁经理呢他会帮你看登广告 嗯 招租客筛选租客 因为我们这边是非常完善 他要查租客的最近三个月的工资单啊 嗯 他有没有一些信 他的信用是不是合格 因为都有信用报告 嗯 所以帮助你筛选租客 然后租客入住 帮助你每每隔 每三个月到六个月去检查一下的房屋状况 嗯 然后租客退租的时候 再去帮他做 再去做深度清洁啊 然后帮你收租金啊 交到你这个把你打 买你的租金打到你指定的商户 一条龙的服务 是的 而他的收费也只是你一年租金的 百分之六点六到八点八 嗯 所以这个费用我觉得非常合理 而且主要是省事 如果我们一些国内的买家 在澳洲这边投资房产 你不用过来的 嗯 然后你就稳稳的 妥妥的 就等着你银行账户里收钱就可以了 对 因为租赁经理全部帮你搞定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也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 这点可以真的是做过房东人才能体会 对 因为你做甩手长的 而且是很放心的 就是这样 因为这边的中间是不会乱来的 嗯 是非常规范化的 嗯 这已经是很成型 很受制约的一个产业了 对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投资澳洲的房产 不用担心啊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 不单单是有销售房产部门 也有租赁部门 啊 我们两位呢 是前期做销售的 嗯 那如果您的房产 购买在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 啊 包括我们因为总部也在悉尼啊 墨尔本嘛 对吧 所以您的房产购买在任何一个地方啊 后期我们都会给您做一些 后期的租赁管理服务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好 这个正好插一下 大家可以这个扫我们 在我们这个直播的屏幕下面 其实有我们两个的二维码 嗯 Colly和Jenny 大家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 嗯 私信联系如果任何需要 如果需要更了解更多一点的这个 关于中澳房产有什么一些细微的区别 嗯 欢迎扫码我们两位的二维码 谢谢 大家可能需要截屏 需要截屏 然后长按就可以加到我们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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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去呢我们下一个板块呢就要讲一个 讲完了房产对比啊 我们就要讲一下 购房的流程是怎么样 是的 很多观众朋友就说 哎 我在中国我很清楚啊 我在中国买一个房子 第一不干嘛 第二不干嘛 对我也看得到我也能怎么样 但是我如果在澳洲购买一个房子 因为毕竟是一个海外投资 嗯 那他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嗯 我要不要本人飞过来 或怎么样 好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澳洲购房流程吧 好的 嗯 澳洲购房流程你觉得一共分几步啊 大概 嗯 两步吧 两步到三步吧 是不是简单 是的 OK好 首先第一个 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在国内也会经历的 就是我们看中一套房子 要把它先定下来的话 先有一个小定 小定 也叫异象金 对 那这个异象金其实在澳洲这边是可以全额可退的 就是百分之百的啊 对 那通常是这个两千刀到五千刀不等的一个异象金 嗯 我们先确定房源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签约环节了 嗯 那签约的时候呢 嗯 其实有律师辅助我们完成 这也不用担心 嗯 当然我强谈点就是签约完之后 马上就开始有第一笔的费用弹生了 就是我们的首付款 嗯 那通常是在签约完成之后的14天左右 对啊 十天之内我们需要完成的就是首付款的支付 就刚刚我们机前面环节也提到 通常是房款的百分之十到二十 对 嗯 那接下来第二个就等了 对的 其实如果您是在澳洲投资一个七房的话 那么一般我们在澳洲造七房的时间 一到三年不等 哦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啊 在那等 等到房子快交房的时候啊 提前三个月 我们就通知你开始办贷款 所以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办贷款 嗯 是的 办完贷款 然后再加上呢 呃 您的那个呃 比如说您贷款六成 啊 您首付的时候付了两成 那么接下来您自己再准备两成 最后一步就是交割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的话呢 其实澳洲的购房流程比较简单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步 小定金 签合同 首付 贷款 交割啊 就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啊 按照五个步骤来走 我再说一遍啊 小定金 签合同 付首付 半贷款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交割 嗯 是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五步走的流程 嗯 那当然大家其实挺关心的啊 因为包括我们的题目里面也写了 就是我们这期要给大家起底 在所有环节里面出现的所有费用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详细的说一说了 比如说 首先我们说一说啊 就以60万房价的这个房产为例 嗯 那这套房子 60万等于多少人民币 那如果按照4.8算的话 那就是288万 288万人民币的一套房产 对对 那它所产生的所有的成本 除了房款以外的所有成本 对 这面有一张表格 嗯 那在60万 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60万房款了 嗯 除此以外呢 我们需要支付的有大概啊 重要的几笔费用 首先大头的就是这个印花税 嗯 那在昆州呢 我们的印花税比例是10.8% 对这个购房人来说 其实比起悉尼跟莫尔本还是低的 啊 因为悉尼的话 你如果海外买家购买的话 它的印花税是达到12 是的 对 然后在莫尔本的话 它的印花税达到13.5 没错 所以这两个城市呢 比我们布里斯班 分别呢 多了1.5跟3 是的 这样的一个印花税 嗯 我们布里斯班 昆士兰州的印花税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嗯 其实这就是为我们 布里斯班打个call 因为我们其实啊 最便宜的不广广是这个税费 嗯 还有就是它的房价 这个我忍不住要提一下啊 因为咱们布里斯班 其实房价啊 房产中位价价仅为悉尼的50% 对 仅为莫尔本的60%到70% 这点我觉得屏幕前的这个新移民 都有移民计划的这个家庭可能是特别关注的 因为嗯 房价直接决定了我们在移民澳洲之后的生活质量 生活品质和负担 嗯嗯 那其实在悉尼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啊 悉尼 沃尔本和布里斯班这三个主要城市 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几乎不相上下的 嗯 在同样的水平的情况下 我们布里斯班呢 他的房价 包括他的这个税费 对 都比其他两个州要低 出很多 尤其是房费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新移民朋友们 嗯 可以考虑落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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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是的 那除了这个印花税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费用就是律师费 还有一个啊 律师费比较少了 大概就是一千刀 人民币的话就是四千多块 对 那如果还有另外一项呢 就是FRB 这里面是呃 这个费用呢叫做海外人士购房申请费 是交给政府的 是的 他的费用呢是五千七刀 如果是人民币的话呢 大概是在两万七千三百六十 这样的一个税费 那这笔费用是交给政府的 刚刚律师费是交给律师的 印花税也是交给政府的 嗯 除了以外呢还有一些 在轻费当中设备到的杂费 对 一共是大约两千刀 对 不到一万块 对 不到一万块人民币啊 嗯 这个杂费呢包含了一些就是文件啊 交换啊 对对对 等等 费用 嗯 所以呢 其实总共比如说你购买一套价值六十万澳币的房产在咱们布里斯班哈 嗯 你总共其实要投入的 我们说一个总费用的话 就是六十七万啊 啊啊左右的这个澳币 是的啊就是六十七万左右澳币 人民币的话呢大概是在三百二十二万四千 对人民币就在三百二十二万四千 这个呢就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啊 你买一个六十万的房产大概就是要啊准备六十七万啊 如果你买一个七十万的房产大概就是在七十七万七十八万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大家心里有个底 总的这个所有就会合在一起吧 大概是房产的百分之百分之十一到十一 对 就多出这个百分之十到十一 这些呢都是一次性的费用 就跟我们在国内中国国内买房啊 你要交七岁啊之类的 这是一次性费用啊 是的交给政府交完就好了 就不用再重复交了 这就是购房时你要准备的这个准备的这个费用 嗯啊那么这个六十 我们说了房产价值六十万啊 嗯那么他总总的准备的费用要六十七万 对那他是在什么阶段 我们刚刚讲了购房流程有五步走嘛 是吧 嗯那他是在什么阶段要准备多少钱 因为我们很多买家 我是碰到很多国内的买家啊 嗯他要很清楚他在哪个阶段 准备多少钱 因为他很多钱有的可能是买了理财产品啊 没错 买了一些基金啊 没错 那么一旦你买了这些 你可能暂时会难不出来 对吧 那他所以要知道 我预先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准备多少钱 嗯他这可以去安排看中央 对所以啊 麻烦后地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阶段要准备多少钱 好的 我觉得这个呢可能要跟房屋购买类型有关系了 比如说如果是现房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包括房款 包括11%的税费加在一起的这个总数啊 可能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 比如说我们交割的时间可能是一到两个月 对那大家可能在一到两个月之内 就比较密集和集中的要复完这些所有的费用 现房 嗯这是现房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产品呢 就是楼花我们也叫七房 对那七房的话就不一样了 那有些七房呢 比如说我把它称之为准现房 可能是半年后一年后交割的 对那有一些长的楼花 有可能是两年后三年后才交割的 对那针对这样的房产呢 嗯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做一张表格 嗯我们今天还有产品啊 对 材料非常充足啊 好那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呢 首先支付的就是两项费用 一个呢就是10%到20%的首付款 对另外一项呢就是海外所产生的 所以重要的费用就是FRB 叫海外外外卖家申请费 对这是签约时候呢 这两项费用呢 总计也是以60万的房产为例啊 你还计算一下 大概呢我们在 首付的时候呢要支付的是 12万6千澳币 绝合人民币呢是在 60万零五千这样的一个费用 嗯所以这个是按照首付 20%来算的 没错对20 所以其实就是首付20% 再加上一个5700块的FRB 这个就是你第一阶段要准备的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等了 就等了 有可能是半年一年又两三年啊 就看首首交割 对那在交割的时候呢 我们才需要支付的是第二笔费用 这笔费用里面首先包含了就是尾款 另外一个很重头的就是印花税 这个时候要出现了啊 对刚刚我们有提到印花税是占整个房产的 10.5%的一个比例 所以呢在交割的时候大家需要支付的是 如果以10%的首付 那我们尾款就90% 如果20%的首付 尾款就80% 对 尾款再加上一个10.5%的印花税 这就是我们在交割的时候需要付的第二笔主要费用 当然了 那如果我贷款呢 对 如果买家贷款的话 他就不需要准备80% 90%了吗 是的 因为呢很多海外人都问这个问题啊 大家都会关心说我到底能不能贷款 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可以贷款的 那我们其实现在呢 做的这些海外的这个贷款产品呢 它的贷款比例通常都是在60% 甚至7% 还可以做到70% 所以呢那咱们就如果按照60算 保守一点 60%的贷款来算的话呢 我们之前已经支付过20%的首付款了 我们只需要支付80%的尾款 对 里面再减掉60%的贷款 对 大家在尾款的现金部分呢 只需要支付的是20%的剩余房款 对 以及10.5%的印花税 加在一块呢 其实是50% 差不多 没错 对 所以大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希望我们这期啊 嗯 数字非常密集啊 希望大家跟得上了 但其实只要记住一点 对 其实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你买60万澳币的房产啊 你分第一次跟第二次支付 嗯 其实总共要准备的钱啊 因为你要贷款嘛 对吧 因为你肯定会去贷款 你总共要准备的钱其实就是房款的50% 一半 是就好了 嗯 就是你买一个60万的房产 你只要准备30万澳币 没错 差不多140万人民币 嗯 你就可以妥妥的搞定这一套澳洲房产 对 嗯 而且这个140万还是分两次支付 嗯 你不用一下子拿出来 没错 如果是买一个楼花的话 你可能前期先准备这个大概60万左右 嗯 后期再准备一个如果是140万再准备一个80万 嗯 所以是分两次支付 没错 而且其实交锅手那个才是大头 对 大家可以根据啊自己的现金状况 比如说我现在有特别迫切的入市的需要 对 或者是订房的需要 对 那我现金又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 嗯 但又看到好货了 看到好项目了 特别不想放弃 嗯 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楼花的时间 或者交房的时间 或者交房的时间稍稍长一点 给自己一个比较充足的缓冲期 对 嗯 我们先10到20的一个手幅 先把它给拿到手 对 是的 刚才詹莉姐有总结了 其实就是 嗯 两米费用 一个是签约时候的10%到20的首付款 加上5700的一个海外外买家申请费 申请费 嗯 另外一笔钱呢就是交锅时候的尾款 嗯 加上印花税 对 就这样 总结而言就是50%的现金就可以了 剩下呢 包含税费在内的 一共还需要60%的一个房款的比例呢 嗯 其实是可以通过贷款以及其他形式来实现的 对 对 那么我刚刚讲的其实最主要最主要 有一些小小的费用呢 我们就 就是稍微提一下 因为最不是最 比起 比起 这个几万块的这些 印花碎的费用的话 真的是小头 预事费的话一共呢 差不多就是1000块 嗯 还有一些杂项的费用 文件费啊 证件费可能就2000块 是的 一共加在一起 也就3000块 然后大概3000左右 就这个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我觉得这里啊 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 贷款应该是在座的非常关心的一点 但我们刚刚讲的比较简略 其实贷款里面的门道很多 嗯 包含我们要去什么样的机构 或什么样的银行去做贷款 它的比例是多少 嗯 那它的这个 叫利率 有怎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这期其实我就单独做一期都不为过 但这里面呢 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展开 嗯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 这个 需要的咨询的话呢 可以添加我和詹妮姐的 我们两个的c信 二维码 大家可以截屏啊 截屏之后呢 在长按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添加我们的c信 进行一个详 我们欢迎咨询 很开心为大家 详细的介绍这个内容 对 好 谢谢大家 好了 刚才我们讲的呢 其实是购买房产时的总费用 它的税费 对吗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要要要问了 好 我已经购买了 那么我购买之后 我持有房产期间 我的持有成本是什么 是的 这其实是很多观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持有成本 当然是越低越好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嗯 好 那么我跟大家 我们跟大家大概 拔草一下 你持有期间的这个成本是怎样的 那么还是要回到这个房产的类型来说 嗯 因为我们澳洲的房产呢 有三种类型 就是有些基本的三大类 比较大的 对 第一种就是独立别墅 就是在土地的独立别墅 第二种呢 就是连排别墅 第三种呢 就是公寓 就是公寓产品 而且这三种产品呢 其实是各有特色 公寓的话呢 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内城区 三公里 内城三公里 连排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中环 内郊 对 就是差不多 离城市七八公里 十公里 这样子一个范围 连排别墅啊 比较多 那么别墅的话呢 当然是内城的非常非常贵了 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对吗 那基本上 基本上也是在一个中环到外环的一个范围内 就是说十到十五 十到十五到二十公里 这样一个范围 对 是我们别墅的所在啊 基本上是这样三大类 那么回归到这三大类 那如果啊 观众朋友们购买别墅的话呢 如果您是买来将来 比如说到澳洲来自住 或者是买给孩子将来读书 或者是移民 那别墅的话 就只有一个持有成本 就是一个 我们叫council rate 就是市政排务费 那就是市政排务费的话呢 基本上一年呢 差不多用澳币来算的话 基本上在两千到两千二 那如果我们去算成一个月 大概人民币多少呢 一个月人民币大概在八百到一千的人民币 这就是市政排务费 是的 对 然后联牌跟公寓的话啊 就会如果是自住的话呢 就会有两个多一个费用 除了市政排务费之外呢 它还多一个物业管理费 那这个物业管理费的话呢 公寓的物业管理费啊 会比咱们联牌别墅呢 会稍微更多一点 因为公寓毕竟有电梯啊 有那个大堂啊 所以它的 而且它的设施可能会比联牌别墅更齐全 所以会更多一点 那一般的话 公寓的话 它的物业管理费差不多在一个月呢 在一千六百块人民币左右 联牌呢 物业管理费呢 差不多一个月呢 在一千一百块 啊 虽然这个费用 可能国内的观众朋友觉得 哎 好像比我现在在国内住的房子 物业管理费贵 是不是 但是呢 贵有贵的道理 咱们以这个公寓跟联牌别墅为例啊 它的物业管理费有的高达二十项的设施 比如说常规的就是 保护区 游泳池 桑拿 健身房 还有那个 有的是有迷你高尔夫球场 还有的是有一些酒窖啊 还有一些就是小型图书馆 小型电影院 对客厅 对 给你办那个 比如说小孩子开party 你的房子不够 你的公寓不够大 你请一些朋友来 那么会有一个 你叫function room 就是一个带客的 功能性的 会客厅 你可以招待你的朋友 所有这些 就好 其实 其实你只是付了一个月 一千一到一千六百块 一个月 但是你享受的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设施 所以我觉得这个贵 其实贵的有道理 因为国内的话 你付一个几百块 五六百到七八百 这样的一个物业管理费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设施在的 所以贵有贵的道理 而且呢 你这个物业管理费贵 设施全 但是你的租金也可以很高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为什么他的租金可以这么高 是因为很多人是愿意为了这些设施 付出更多的租金 住在公寓里面 而不是住在这种没有太多设施的别墅里面的 肯定要相差很多 相差很多 真的是我们亲眼是看到 就是说你一般的一个两房公寓 可能你没有任何设施 你可能一周只能租一个四百澳币 那就差不多两千人民币 但是我们包括以往跟我们客户推荐过的一些公寓的话 它的一周基本上要翻倍 能够租到七百 七百五澳币 所以我们最近交割的这一个公寓房 这个项目其实它的租金两房就在七百上下 相当于人民币三千三左右 三千三到三千五 是的 一周 一周 一个月呢 其实这个人民币的话是在一万四千五百六十 对 所以它的你的物业费只是一个月付一千六百 一千一到一千六百块而已 但是你的租金可以高达一万四千五百六十 所以这个物业费是付的所值得的 好我们再总结一下 如果您的房子是自住 别墅的话呢 只要付一个市政排屋费 大约是人民币八百到一千一个月 如果是别墅和连派别墅的话 除了市政排屋费 再加上一个物业管理费 大约是一千一到一千六百块人民币一个月 这是自住 那如果您是投资 除了以上的这个两个费用的话 再多一个费用 是的 多一个费 对 就是租赁管理费 就是刚才我们在讲中澳房产对比中 第八个不同 就是我特地要强调的就是租赁管理制度 在澳洲非常完善 那么你一年的话 你如果交给物业管理出租管理公司来管理的话 你就付一个大约是你年租金的百分之六点六到八点八的一个租赁管理费 但是你完全没有后顾之有了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个 甩手掌柜 就是这样三个费用 这是你的持有成本 嗯 刚才收到非常多的数字 对 我们给大家一个很总结性的一个数字 嗯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啊 手里面有一套公立房的话呢 对 其实我们嗯 把它作为一个出租产品 那我们的租金和它 淘掉了所谓的物业管理费 嗯 淘掉了市政费 排务费 还有这个出租管理费之后 就是毛收入 毛租金收入和净 是的 就是gross the net 是的 那淘掉了所有这些维护成本啊 对 包括刚刚提到这些这几项以外呢 嗯 其实到手的这个租金 应该是能够占到它总租金的一个 百分之七十五 对 七十到八十 对 我们抓一个中间值就是七十五左右 是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套房子 一个月的租金 比如说哈一个月的租金 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万四千 我们算一万四 我们算一万四 我们以两万来算 比如说两万块的话 那他我们到手的话 就大概乘以一个百分之七点五 一万五 如果是一万的话 你到手就是七千五 就是这样 这样会比较好算一点 就是你的毛租金 你去乘以大概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基本上就是你到手的净租金 你扣除了一切费用之后的净租金 是的 对 因为这期啊 其实我们收到的数字真的很多 嗯 那受限于这个设备吧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最主要就是这两张表格 对 很乐意啊 把这些总结性的表格 嗯 发送给大家 以私信的形式 那如果大家很感兴趣 很关心的话呢 可以扫描我和珊迪姐的这个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对 谢谢大家啊 谢谢 但是最后呢 那我们其实想用更精练的这个画 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个内容 嗯 第一呢我们讲了一个中澳房产的一个对比 是的 一共呢有八大类 八大类 八大类啊 如果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呢 大家欢迎扫码我们的二维码 嗯 一共八大类啊 然后呢第二呢我们就讲了澳洲购房的流程 是的 一共分五步走 对啊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小定金第一步 嗯 第二步签合同 第三步签完约之后 是首付 嗯 第四步办贷款 第五步交割 然后就恭喜你入住 这个是澳洲的购房流程 是的 嗯 今天的第二大点 嗯 第三部分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在澳洲买房子 你在购房的时候你总共要支付的费用 是的 包括一些税费 嗯 除了房款以外呢 大家还有几项啊 其实寄两个大头 是的 最重要的两个费用 其中一个最大头的其实就是印花税了 对 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汽税啊 大家都在那 百分之十点五 对 其实其他的另外的一些费用啊 我觉得我们就总的二人加在一块 都不到一个零头一 都不到它的零头 对 所以呢大家只需要 我觉得啊 只需要搞定花税 其他税费的话呢就是毛毛鱼 对对 那其实这个印花税啊 很多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一下子会觉得 哇 百分之十点五的印花税那么高 嗯 那其实这个十点五呢 我们要分开来看 这个十点五里面呢 三点五是我们本地澳洲公民 跟有居啊 居民都是要付的 这个三点五 都倒 刨不掉的 是的 那么只有这个百分之七 是我们海外人士的额外的一个印花税 嗯 那这个百分之七呢 相当于啊 我们悉尼 澳大利亚的这个这个 两大城市 西尼跟沃尔本 其实还是低了很多 分别低了百分之三 和百分一点五 而且如果横向去跟世界上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比也是低的 很低 比如说在新加坡你要付额外的百分之二十 嗯 那在加拿大也要付百分之二十的印花税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额外的百分之七真的是非常低的啊 其实跟香港比的话 我们也很低很多 香港就更夸张了 大概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一个印花税 对对 现在我们是碰到啊 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个香港客户 我觉得香港客户觉得这个百分之七真的是 啊 广东话怎么说 少水 少水 一点都没有问题 对他们来说这个房间 很优惠了 这个印花税 是 所以就是啊 我们讲到的就是购房时的总费用 大家记住两点 印花税 还有一个五千七的海外买家申请费 嗯 然后最后一点呢 我们就讲到了大家最关心的 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每户的 我每年的持有成本 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持有成本 我们大家 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 如果是别墅自住 只有一个成本 嗯 市政排屋 是的 如果是公寓或者是连排 那两个成本 除了刚刚说的市政排屋以外 还要多一个就是管理费 物业管理费 嗯 是的 这两个费用 嗯 那如果是投资呢 出租房呢 还要多一个出租管理费 对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两个到三个这样的费用 是的 希望这个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些数字 是的 能够帮助大家能够非常清楚的 啊 记得购买澳洲房产的一些一些主要的事项 嗯 那如果大家 啊 对啊 我们的这个购买澳洲房产有兴趣啊 嗯 再次的欢迎扫描啊 我们的二维码 嗯 有具体的问题呢 可以啊 分别来问我们 其实屏幕下面有我们俩的二维码 对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屏幕 借口下面就有 嗯 嗯 其实我们能够大家服务的内容啊 除了我们这个顺便介绍以外 包括大家对于购买房产过程当中所查 甚至那些法律的常识问题啊 对 贷款问题啊等等 对 都可以来咨询 非常乐意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咨询服务 嗯 OK好 那大家我们再 我们做一个CP对吧 对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小个道别 是 我们给我们下一期做大道广告 是的 下一期呢是本周六 嗯 下午 嗯 三点 三点钟 对 北京时间是一点钟 对 我们要去去谈布里斯班的不同区域 没错 嗯 如果对布里斯班真的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follow 没错 我们中文怎么说 欢迎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的这个 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 下一期我们是要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布里斯班的一些热门区域 帮助你更好的在布里斯班购置房产 而且下一期内容一定会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这一期啊 嗯 我觉得还是比较数字啊 对 很多很理性啊 比较数字 对 下一期的话呢我们应该趣味性就更强了 我们给大家谈一谈我们居住在布里斯班 或者到不同区域去生活呀 去这个 嗯 购物啊等等的时候 我们一些具体的感受 对 希望能变成大家的眼睛 让大家来到这个城市之前 就对它里面的主要的区域有所了解 是的 好欢迎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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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